冬天上下车有静电 其实是因为身上积攒的电无处释放 这个时候你接触到车子的外壳 这种诱导电又接地的东西 就会一下子释放出来了 这就和打满气的气球一样的 你拿个针扎一下它就爆掉了 那其实我们在上下车前 经过一些简单的操作 就能避免掉大部分的静电 那要解决静电 首先得搞懂静电的原理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南中理工大学王国栋 有篇硕硕的文 早来你不妨听听看 人体静电的安全研究 与新型导电复合材料的 自备及其性能研究 这上面有对静电的定义 当物体之间有摩擦感应 相互接触或者玻璃等等情况的时候 这内部的电荷 就会进行自然的感应或转移 这种电荷不与其他物体接触 则不会发生泄露现象 只停留在物体表面 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 这就是静电现象 说人话 我们平时走路活动的时候 衣服 头发 各种地方都是会摩擦的 它就是会产生静电的 就和在学校的时候做静电实验一样的 你丝绸摩擦玻璃棒 玻璃棒是可以吸起止穴的 这也是摩擦引起的这个静电 那么冬天相对来说 又特别容易产生静电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李金梅等人在期刊《消防科学与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 《环境温湿度对人体静电电位影响的实验研究》里面 他这么说 一般认为当环境湿度保持在60%到70%的时候 能够有效防止静电蓄积 那么相对湿度在30%以下时 人体就会呈现显著的带电现象 像我住的杭州 冬天湿度基本上就是30%到40%左右 还是比较干燥的 所以人身上也是容易带电 我按那个电梯的按钮的时候 我经常就会被电倒 很惨 那么上车之前 如果不想被这么 那么难受一下的话 就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除静电 首先可以考虑 从穿衣服的角度来解决 多穿纯棉的 虽然不能完全避免静电的产生 但是是可以减少静电的积累的 中原工学院丁欣欣有篇硕士论文 分享给你 纤维面料的抗静电剂研究上面说 这合成纤维都是高分子材料 绝缘性能好 而且这类高分子材料 都是有机化合物 由大量原子和原子团 通过共架件结合而成 这些重复结构单元不能电离 也不能传递电子和离子 因为电阻比较大 所以摩擦时产生的静电 也不容易释放 这个论文里面 还有一个摩擦起电序列的表格 像棉 蚕丝 麻这些材料 抗静的能力是比较好的 像兔毛 羊毛 丙轮 金轮 这些材质就比较容易引起静电 有可能比较复杂 打个比方来说 就是棉 蚕丝 这些材料就有点像是竹篮 你往里面装水 就是一长空都漏掉了 对不对 合成纤维就像塑料脸盆 一堆全在这个里面 一个都不能跑 如果说自己是比较抗动的 用一两件棉麻的衣物 来换掉毛衣羊肉衫 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是缓解静电的 如果有些朋友 真的是吃不消这么干的 我怕了有什么办法 我自己就很怕了 不是很抗动 那就需要在上车前 通过一些方法 把身上的静电给导出去了 孔德鑫在期刊 《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 上面发了一篇论文 人体衣物摩擦静电 对战库危险性研究里面 有个避免静电方法的研究的 其中一条就是使用接地工具 比如说是接地挽带 这接地挽带 就和路上看到油罐车 拖着那根铁链条一样的 可以把这个静电导出到大地 那我们没有接地挽带 这种专业设备的哪去买 买了带着看起来 就好像要被关起来 有个奇怪对不对 但是把静电导出去的操作 还是可以实现的 那上车前 我们可以先把车钥匙 从兜里掏出来 用这个钥匙间 去碰一些什么金属扶手 金属护栏 也是可以达到 导出静电的效果的 那还有个土一点的办法 就是你开车门的时候 用袖子把这个手包住 然后再去拉门把手 这样也是可以避免静电的 那如果说路上忘记掉 导进电了 这个临时操作也是可行的 那袖子拉拉长 这个没有那么难嘛 对不对 那么除了上车时候会被电 下车的时候 也是有可能会被电一下的 这车门推开 人下车关门 手和车子接触的时候 也经常会被电一下 那我们在车里 可以考虑进行一些保湿操作 从源头上来避免这个静电 你比如说什么车载加湿器 还是刚刚开头的那篇论文 环境温湿度 对人体静电电位影响的实验研究里面 他这么说 这静电的积累速度和空气湿度是相关的 那环境湿度增加 空气中的水分相应增加 人体皮肤就不容易感燥 不导电的衣服 鞋袜等等绝缘物质 也会吸收水分 或在这个表面 形成立成很薄的水膜 而具有导电性 这都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促使人体积蓄的这个静电盒 更快的泄露易散 不利于静电盒的积累 说实话就是你身上 衣服上有点湿润了 那本来绝缘的 现在就可以带一点导电信了 那就不容易把这个电聚集起来放掉了 所以说在车上搞个加湿器 身上也是不容易起静电的 下车也不用太担心 现在加湿器都做的比较小巧的 就和一瓶饮料 矿泉水差不多的 你直接杯架里面放放就行 加湿水大概能用个十个小时的 日常上下班用车的话 一个星期基本上也都够用 也不是很麻烦 如果觉得 这个加湿器 这个买卖是要花钱的 你要考虑一个简单的办法 丝毛巾一块 仪表台上一放 一样的 也能解决这个效果 那还有比较怕静电的朋友 你冬天开短空调 在不需要储物的情况下 可以不开这个AC按钮 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 打开AC按钮 它是有一定的除湿效果的 那如果车上起霜了 起雾了 那厨师是有必要 那如果说自己身上 车内都已经很干燥了 你再给他来个厨师 那就更容易起静电了 除了刚才讲到那些方法 还有一些土办法呢 比如说关门的时候不用手 冬天全部穿长袖 用走关节关门就不会被电了 关门的时候 我推着玻璃 车门玻璃去关 没问题 我铁皮门一碰雨 有可能会被电 我自己就是按着这个车玻璃 去把这个门关上 从来没被电过 那总的来讲的话 防静电的重点就三个 第一个呢 穿衣服棉麻这个东西方便 第二个呢 就是想办法把它倒出去 第三个呢 只要是湿的问题就不大 静电烦恼自然也就没有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